她是全网最励志的纯爱战士 和女友从学校到毕业谈了六年 最终却因为对方的一句不喜欢胖子惨遭分手 可失恋后的吴丽不仅没有颓废 反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完美逆袭 甚至还在分手那天和对方定下了一年之月 等自己瘦了两人就能迫近重圆 因为前女友的一句喜欢杭州 吴丽就在毕业季独自来到杭州打拼做起了服务员 可由于每个月工资只有3500还要拿出来一半交房租 没钱去健身房买科办卡的她只能把床头跪当哑 每天趴在宅小的出租屋内做俯卧撑做到力竭 肌肉传来的酸痛感和心脏快要爆炸的感觉 一度令吴丽瘫倒在地上不能动感 可每当她想放弃的脑海里全都是前女友的名字 这股神秘力量驱使着她继续前行 因为吃不起20多块钱的减质餐 吴丽就开始自创起了减肥试补 一天三顿都吃省钱又省力的蛋炒饭 或者是便利店打折处理的特价饭头来 就连水果也是路边两块处理的火龙果香蕉 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用来学穿搭做发型买护肤品 凭借着每天高强度训练以及严格把控女士 她也终于在临近一年之约时成功减重40斤 从小胖蹲成功逆袭成了肌肉型男 然而就当无力满怀期待去见前女友的那天 对方的一句话却瞬间令她心如死味 因为前女友的一句讨厌胖子她疯狂减重40斤 为了能挽回6年的感情 她来到对方喜欢的城市做服务员 然而就在无力满心欢喜地坐上高铁去赴一年之约时 对方却突然告诉她对不起我要结婚了 回想起自己每天都在期盼着和好的365个日日夜夜 这位纯爱战士终于阴生倒地 但她还是没有选择反程 而是亲眼见证讨厌胖子的前女友嫁给了另一个胖子 然后偷偷走到穿着婚纱的新娘身后留下了最后一张合影 好像穿上西装去参加她的婚礼就是当下最体面的选择 然而在看到新郎和新娘玩手敬酒的那一刻 无力却坐在不远处无脸崩溃大哭 还没等到对方走过来就仓皇而逃 许多网友在看到这一幕时都忍不住鼻酸 于是便开始谴责前女友6年的感情说断就断 分手一年就结婚实在是太过心狠 但也有网友觉得无力这样大张欺苦地自我感动 对新郎其实很不公平 感情就应该是早物兰因不结续过 真爱前女友就不该再打扰她的生活 然而面对外界诸多议论之声 无力则表示前女友曾是自己黑暗人生里的一道曙光 虽然可惜没能挽回6年感情 但新郎是个很优秀的男人 以后不会再打扰他们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